好了,今天三連發,亦來到第三部Avante的review 亦是一個開箱的影片,繼續,我們是Voyal Purple 今天這部是Avante Junior 就是這部,黃色的車,大家應該在市面上亦有機會比較容易找得到 是由我們的精神領袖Billy繼續提供的 其實我也想買這部車,但上次都買不到,沒辦法 唉,很無奈 好了,Avante,最近推出這麼多Avante 必須要說,其實Avante這個殼,我個人都挺喜歡 因為始終它這種造型,無論要搭大鏡或小鏡 都很容易搭配得到 而且它始終軟殼,容易修展 這方面亦有一個頗好的擴展性 這部Avante Junior 它其實亦都是,我之前介紹的兩部 一部是Avante Mark II,是MS的車身 另一部是紫色版的,是Aero Avante 就是,這個是... 適合那個什麼車身? 適合那個是AR的底盤 而這一部是VS的底盤 真的還沒開的 好,現在就等我開了精神領袖的車 來給大家一看這部VS版的Avante 究竟為什麼也是值得我們買來實用的 好,繼續吧 因為這些有螢幕的,就馬上開給大家看 可能當中沉悶了一點,沒什麼辦法 其實一打開,我們都會看到 一個我們最近都很提倡的 咦?Av,看不看清楚? 是 來看看Av,Avante 其實這個殼,比起一般的Avante 它似乎是更加Slim一點的 如果你是希望展一個更加超級Slim的車殼 這個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再次講,軟殼車其實真的從這個重量上面 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這也是比較特別的 這次也是想一個大勁的車胎的組合 大勁的Rim,以及大勁的Tai 這一條我們最近比較容易見得到 之前幾部車,就算連Super XX的EVO 都是用的一個懶惑型的硬胎 它本身無論是從彈性的控制方面 又或者是速度方面 都算是平衡得比較好的 甚至很多人的磨胎都專門找它 中間的Vim就是五星Vim 它的支持力度比起三條軸的會更加好些 萬一你的車是落地的時候 亦都可以更加減少它的反彈作用 亦都可以減少Vim的變形 所以這條Vim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之前好像要買紅色的Tamira 限定綠才會有這種搭配 這個不錯,不錯不錯 之後它搭配的是一個VS的底盤 這個VS也是一個白色的強化底盤 你說白色搭配黃色好不好看 所以我不在乎 因為始終這條VS是兩體 但我最重要是在乎它實用 比起一般的VS的底盤 其實它比較硬 因為VS的底盤比較軟 亦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希望在VS方面 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你找到一個Reinforce 的底盤 便會比較重要 亦都可以減少你以後要重新設置的可能性 這些組件亦是專門黃色 看回這包東西 這包東西和剛才那部VS的AERO版 不同的是它都送回一個普通的紫色白T 此論方面 有一點點無奈 不是送3.5 當然我亦都再強調 不是說3.5或3.7是完全玩的 我亦都看到很多人適應不同的路況 他們會專門要放4.0或4.1的齒輪 這方面 始終大家要看回實際的情況 但是我個人建議 這部車 你始終還是需要 買多一個3.5的齒輪組 才可以走得出街 這包其實就不會說是太特別 但是如果你買包3.5的齒輪組 就會增強一下它的戰鬥力 而且始終都是這樣說 一個reinforce 就是強化版的VS底盤 其實都是比較重要的 亦都是如果你是希望在VS方面 有更好的發展 就是你要有它旁邊 才可以走得出街 再加上這套黃色的輪組 現在市值多少錢呢 我就真的很難跟你說 白色的就是4.5元美金 就不得了 有些地方可能要6-7元 我想黃色的賣過1-2元 也沒什麼問題吧 再加上這個殼 很多地方也是賣8-9元 甚至10-12元都有可能 總體都是這樣說 整部車加上散汁的話 你就20多元都走不得了 但是如果你現在以差不多的價錢 你可以完整整打一部 去Match 到色的車走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也是一個很優惠的價錢 我始終都要這麼說 為什麼最近官方這麼喜歡出Avante 連續三部Avante 雖然代數不同 但是其實拿起來放在一起 都真的挺正的 還有Avante這個車殼 真的十分實用 再次我們是Wall Your Purple 更多的四驅評論 很快陸續有禮